好 平东市街头 这位交通警察在路过时 大家都忍不住多看他两眼 年轻貌美 大家都忍不住这个放慢速度 而他类属于这个 平东县警局的交通大队 亮丽的外表甜美的嗓音 据说在取缔违规摊贩时 开出了劝导单 摊贩们个个毫无怨言 绑着马尾的蔡文雅 一身警察制服 却挡不住他清秀的气质 瓜子脸加上甜美的笑容 轻声细语 违规摊贩被劝导 毫无怨言 蔡文雅的魅力 连身为女性的阿嬷都无法抵挡 蔡文雅是平东县警局 交通大队的远警 身高170公分 再在交通指挥台上 美丽的外表 常会引起路过民众的注意 放慢车速多瞧几眼 也是美女在外面 遇到有违规的民众 他们把她拦下来 很委婉 很亲切地告诉他们 让民众的感受不一样 在私底下蔡文雅脂粉味湿 清纯的脸庞就像是个邻家女孩 因为当交通警察得经常在大太阳底下指挥交通 面对独辣的阳光 爱美的她说一定得防晒 就努力防晒啊 因为毕竟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还有什么都还蛮大的 原本想到老师的蔡文雅考虑到缺额太少 决定报考警校为民服务 美丽的外表以及认真的工作态度 让蔡文雅成为警戒一颗超亮眼的星星 中天西晚张冲晃远方 平能报道